長官你們承諾本席齁 明年絕對不漲電價 這最基本的可以嗎 因為今年已經要漲一次了 明年可以不漲嗎 可不可以 這個我沒有辦法承諾 你這樣講話本席真的 真的是想罵人都不知道該怎麼去罵 因為國發會主委資料沒有帶齊全 回答的不清楚 也讓質詢相當溫和理性的立委林佩祥 一度生氣氣想罵人 請問全國全面減碳的電動巴士 何時要上路 2030年對不對 對答到 23請問一下要耗多少電 有沒有估計 如果你2030年全國的電動巴士 都要上路 請問要耗多少電 要有電動裝 要有足夠的電 然後要有電動車 請問要耗多少電 有沒有計算過來 2030需要多少電 沒有嗎 沒有 好那如果說這樣 我需要會後給本席 會後給本席一個報告 因為我想請問 如果要換成說這些 全國的電動公車 所需要的電 換算成核能發電廠 我們要幾座 換算成台中的火力發電廠 那個size 我們要幾座 那我想請問 經濟部準備好了沒有 台電準備好了沒有 同樣的問題 我也直接問下去好了 我們2030是全面電動巴士對吧 我這都是國發會裡面 報告裡面寫的 2030全面電動巴士 2040全面電動小客車 跟全面電動機車 請問你們有沒有算過 你需要多少電 因為今天我沒有帶來資料 經濟部有估算過 那我會後可以提供給這個委員 由於民眾非常關心4月 開始電價調漲的問題 立委林佩翔 特地在立法院經濟及交通 兩個委員會聯席會議上 質詢國發會主委 公明欣有關電價調漲 以及未來國家推動 2030全面電動巴士 和2040全面電動小客車等 相關電力供應需求 以及電價調整的問題 因為同樣的問題啊 我們現在已經在喊 要漲電價了對吧 那如果說我們2030 要換全面電動公車 2040全台灣要全面換成 換成電動小客車跟電動機車 我們需要多少電 那換轉成要多少發電廠 要多少個充電樁 我們現在就完全沒有資料 我們只說我們2030 我們要全面電動巴士 我們2040 我們要全面電動小客車 聽起來超美好的 可是實質上怎麼做到 有估算啊但是 好那我問你如果有估算的話 那請問是不是每年都會漲電價 因為這些聽起來都是 非常耗電的東西啊 我們要無碳化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石化能源 我們什麼事都要跟國外俱進 那我們有沒有電 電是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 電沒有問題 請問跟我講怎麼電沒有問題 現在黨道說 我沒有問題的前提 是不是讓我們全民 每年漲電價 包文我剛才也先跟您報告過 就是到2030年 他們估計出來 可能 要增加7GW嘛 那現在他們已經準備 超過7GW 那等於幾個核電廠 但是等於幾個核電廠 要有幾個核電廠 才能說你說到7MW 要有幾個核電廠 還是幾個火力發電廠 還是幾個 還是幾座風力發電廠 幾座水力發電廠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很好奇就是說 我們現在只知道 你們跟我專業數據之後 我們根本不知道 這等於是多少電 或者是你要可以跟我講說 那我們每年電價要漲幾度 要漲幾度 要漲多少 那電價的部分 可能還是要看當時的情況 跟電價有個審議會機制 正在做這樣的估計 部長 那我這樣子直接問了好了 請問這樣子急救張的政策 我們每年的電價需要漲多少 才會不讓台電倒 這個可能要 不然這樣子 不然這樣子 長官你們承諾本席 明年絕對不漲電價 這最基本的可以嗎 因為今年已經要漲一次了 明年可以不漲嗎 可不可以 這個我沒有辦法承諾 你這樣講話本席 真的是想罵人 都不知道該怎麼去罵 民眾最關心的電價 然後你們一天到晚說 你們要無碳家園 你們一天到晚說 你們要全面電動車 你們一天到晚說 你們要全面小客車 然後這邊連電都沒有算清楚 那你是怎麼跟 這怎麼要跟全民交代 由於質詢的時間有限 林佩祥也要求 國發會會後 用書面仔細回答他質詢的問題 因為林佩祥認為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 記者吳俊松 記者吳俊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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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吳俊東